现在传出就连面包跟蛋糕都沦陷了 孕生负责人赖俊杰向检调工程 除了启云记 他也把餐塑化剂的自制果酱 提供给大油高饼干面包厂商 而且卫生署统计哦 已经留上将近30个业者 遍及北东南 目前在当中 新北上一厢面包厂和台北光烘焦 被调出约了千宾公司 沾了含有塑化剂的毒果酱 而千宾的上游就是冰汉 被点名面包行老板都连忙澄清 无奈 而且那个千宾他是爱手认证60年老店 所以怎么说无奈 而在中部 玉神负责人赖俊杰向检调工程 自制的果酱提供给三家下游厂商 其中位于台中龙井的王田面包 强调根本不知道果酱的原料 源头来自玉神 而主要的产品 白土丝和汉堡面包 根本不需要用到这样的原料 人家如果要果酱 我们就帮他丢 直接跟玉神买的 不是不是 我们是透过中盘 所以中盘他上游厂商是谁 他不可能跟我们说嘛 用到这个果酱 或者是一些 他的调味料 过来的 并不是他自己本身 在他的那个面包液 在制造的过程中 加进去的 卫生署说制作面包 并不需要用到起云剂 至于内馅里的果酱 就会用到 滨海及玉神两家制造起云剂公司 在产品中参入了塑化机 光面十分广泛 搜独遍及全台 卫生署统计 近30家的烘培及食品材料行 遍及台北市 台中市 云林县 台南市 和高雄市 正在全面追查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 塑化机风暴 连环爆连老牌的 金金卤笋汁 也传出被塑化剂污染了 不过业者强调 在民国97年之前 的确有使用 滨汉公司的起云剂 但是呢 之后就没有再使用了 估计已经有超过 4亿罐的问题卤笋汁 已经被消费者吃下毒 板桥地检署 查扣滨汉公司出货其路 发现金金公司 在民国97年以前 签向滨汉公司采供起云剂 数量超过10公顿 估计超过4亿多罐的卤笋汁 已经进了消费者的肚子 但金金公司今天澄清 97年还没有发生 财务危机之前 确实采购 冰汉的起云剂 后来老板落跑 员工接手经营之后 更换了上游原料供应商 就没有再使用 冰汉的起云剂 正化现卫生局也表示 目前金金卤笋汁的 起云剂进货厂商 是合格厂商 生产的卤笋汁 也通过检验 没有问题 而另一家起云剂制造商 浴生被积压中的 浴生负责人赖俊杰 在检调追问下 昨晚才坦诚 把速化剂加入 该公司的另一种产品 香料果酱中 并且卖给了 下游的面包和糕饼业者 新北市卫生局认为 浴生故意隐瞒 黑心起云剂流向 规避行政调查 中午依违反 食品卫生管理法 废止预生公司的登记许可 并且加重罚金 罚缓的额度会提高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会用比较大的金额 来做处罚 卫生署统计 截至中午为止 生产问题产品的厂商 共有345家 遭速化剂污染的品项 多达902项 由于速化剂风暴 引发外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经济部也提出公告 针对卫生署公告 遭污染的五大类食品 都应该减负相关机关的 检验合格证明才可以出口 记者台北彰化综合报道 而速化剂风暴 也延烧到新竹科学园区 园区里有3家咖啡业者 在台积电跟连电等大厂 开了将近20家的分店 结果业者都是用浓缩果汁 这些都是向开源购买的 目前已经被要求全数下架 只能卖新鲜果汁 这是开源食品的练奶球 犯的检验报告书 要证明自己提供的产品 安全无虞 开源食品公司代售金果王 含塑化剂的浓缩果汁 风暴延烧到竹科园区内 让好不容易打进竹科的咖啡业者 叫苦连天 对我们的业绩也造成了 约略有两成的下降 所以我们目前为了 让消费者安心 所以我们要求厂商 一律要提供这个SGS的产品证明 然后针对有争议或疑虑 不管它事实与否 我们会先以暂停消失的方式来处理 组合园区内 几乎每家公司都会在厂内设咖啡厅 受到开源事件波及的咖啡业者 米诺瓦瑞塔和瓦那三家业者 在园区内就有近20家分店 园区厂商也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 要求厂商停售问题商品 原区其他厂商也表示 已经要求业者把问题商品下架 等提出检验合格证明之后 才能够再上架 受到塑化剂风暴牵连 业者说现在只能用现打果汁代替 成本较高 但你只能先自行吸收成本 记者绿文新竹报导 食品添加塑化剂人心惶惶 而平常我们到超商便利商店 我们购买到的微波餐盒 就算依止是加热 也会溶出塑化剂油 而且加热时间越久 溶出的量越多 医生就建议了 还是最好把这个餐盒里的食物 移到瓷碗瓷盘上加热 是最安全的 便利超商的微波餐盒 只要加热几分钟 就有热腾腾的饭菜可以吃 非常方便 但是早在两千零四年 国科会专题研究 就已经发现 超商的便当会溶出塑化剂 国科会的研究包含了超商便当 冷藏火腿等二十五种食品 全部都印出塑化剂 一个附有保鲜膜的四百克超商便当 冷藏时塑化剂 第一HP容出量为四十二微克 加热三分钟后 第一HP容出量会高达一千七百微克 已经超过了美国环保署建议的容许量 而消息传出 民众是心心胆跳 医生指出微波餐盒加热的温度越高 时间越久和保鲜膜接触越紧密 塑化剂溶出的量越多 因此把加热的时间减半比较保险 而最好的方法还是把餐盒里的食物 移到磁碗和磁盘上加热 最安全 记者黄培山 彭耀组台北报道 毕业的季节到了 台湾大学今天举行了毕业典礼 校长李四成在致辞时 再一次提醒毕业生 进入局场要加强工作态度 因为态度决定高度 高度决定格局 有不少硕博士生大表赞同 但是有毕业班的毕业生说 学士班的毕业生说 虽然这个态度很重要 可是为了生活 薪水跟上下班的时间 又怎么能够不在乎呢 四年的大学生活画上句点 学生们兴奋地把学士帽抛向天空 我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要去当民航基司 就毕业以后要先去当兵 对啊 因为想说这个义务先进一进 然后再回来念研究所 台大校长李四成提醒台大学生 未来进入社会后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尤其职场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专业的能力与工作态度 会是最被看重的能力 针对工作态度问题 我三个星期 寄给所有毕业同学一封信 给同学十四点建议 我接到很多同学感谢的信 也接到责疑的信 这都反映出同学对问题 有不同的态度 但请记住 态度决定高度 高度决定格局 年纪稍长又或是已经有工作经验的硕士博士毕业生 对李校长的建议大多表示赞同 我觉得台大毕业生能力都没有问题 可是真的团队精神 还有斤斤计较的态度 可能需要稍微改善一点 但也有学士班毕业生说 工作态度很重要 可是薪水和上下班时间同样重要 工作态度很有道理 可是好不实际 为什么 因为大家工作不是主要也是为了生活 賺钱 如果不在意上下班时间 也不在意钱的话 那到最后他追求的是什么 着眼于台大学生享受社会最多资源 应该发挥更大价值 去年李思辰在弊典前感叹台大学生走秀很可惜 不久前又说 工作态度比薪水和准时上下班重要 今天又要台大学生注意工作态度 却都引发正反两极评价 今天有许多大学举行毕业点 有很多社会新鲜人准备进入职场 根据人力银行业者的统计 今年有四成三的企业愿意雇佣新鲜人 甚至有一成七的毕业生已经找到工作了 不过企业平均起薪只有两万三千多元 跟大学生期望的两万八千多元相比 有很大的落差 人力银行业者就勉励新鲜人 刚出社会的前三年 不要怕起薪低 先求有再求好 六月凤凰花开又到了毕业的季节 许多人担心毕业就是失业 但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今年有四成三的企业愿意雇佣社会新鲜人 甚至已经有一成七的新鲜人 已经找到工作 比去年同期高出一成 毕业生反映 今年工作还算好找 不过起薪就是低了点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 今年毕业生期望薪资为两万八千五百三十一元 创下七年来的新高 但企业的平均起薪为两万三千六百五十元 创下八年来的新低 毕业生和企业主对于起薪就相差了四千八百八十一元 而企业愿意给专科和大学生的起薪相差不到三百块钱 硕士毕业也只有两万七千多元 企业主对于工作两到三年的转职者评价是最高的 也是最愿意录用的 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先卡位 先有工作经验 那两到三年之后呢 你就是可以代价而估 社会新鲜人起薪越来越低 但物价却越来越高 有的社会新鲜人干脆放弃找工作 自己创业 这是我们百香柳城洞影 绝对没有说话剂 熟练的调制饮料 七十五年次专科毕业的朱同学和弟弟 两人开冷饮店 要加薪就靠自己 好的话可能可以五到十万这样子 那比方人家差的话 大概也有上班族的薪水 三万五到四万五 在低底薪的时代 人银行也勉励毕业生 先求有再求好 不要怕起薪低 机会总是等待准备好的人 记者林姓庄志成台北报导